各位法師 各位學員 大家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我們現在講的是為世三十頌講記 根據于林波居士的講記 我們現在講第六講 第六講是思量能辨 思量能辨是屬於第七世 那這裡有八段十役 這八段為什麼會有十役 多了一個像還有基於處等句 所以我們這段的寄送的文 是在中間這裡 具體出名的這個門叫做標名門 所以次 第一個首先是不是屬於這個阿彌也是 第一能辨是什麼 賴也是 這裡是次第二能辨 有沒有我們現在是不是講第二個了 次第二能辨 世世明莫納 這是他的名稱 他所依的門 依比轉 依在第八奧賴也是上來轉變的 然後所圓的也圓著第八奧賴也是 他的體性形象門是思量 所以他思量為性 思量為像 他的體性門是思量 他的形象門還是思量 然後他的心所相應門 有四煩惱 常聚 為什麼 因為他橫長 一直都聚有 只要有第七式的存在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 特質就是有四個根本煩惱 所以四煩惱常聚 那這四煩惱呢就是所謂的 我吃我見 病我慢我愛 有四個根本煩惱 這是染聚門 然後相應門 急於處等聚 還有五片形 還有一個別境 還有八個大水煩惱 所以他這裡用急於處等聚 那總共有十八個相應的心所 那在三性分別門來講的話呢 他是無際性的 並且是有負無際性 那第八奧賴也是是什麼 無負無際性 那在三界來講的話呢 在三界當中呢 那麼就看 第八是落在哪裡 誰所生 所生的那個奧賴也是 奧賴也是生在哪裡 第七是呢 就細在哪裡 因為第七跟第八 是不是從來沒有分開過 它細濁的很深 第七是只會轉染成境消失了 它不會離開 但是我們的第六跟第七 是不是會分離啊 前六會跟第七分離 對不對 因為前六是不是一直往外 那第七往內 所以六七之間會 像電插頭一樣會拔掉 但是七跟八它不會分離 它會所一所生所息 第八奧賴也是生在哪裡 第七 然後它的起滅分位門呢 就是到了奧羅漢 這個聖者四果 四果圓滿 那麼解脫了它的分段生死神 所以它能夠出離生死 能夠解脫生死 能夠解脫生死 那再一方面呢 它出世到無有 就是第三大歐森奇節呢 第七的 這個莫娜式的作用呢 就消失了 但是 它的雜染會雜染在哪裡啊 第八式的種子當中 沒關係 這個我們在細講 所以總共會有這樣子的八段十一 好 那我們就這個 我們的大綱大概就是 從這裡第一個出名門 舉體出名門 一直到第八的起滅分位門 那這個就是祭宋的本文 對不對 好 首先 舉體出名門 次第二能辨 世世 這個世呢 就名為什麼 莫娜式 莫娜式 是它的名 莫娜式呢 它的翻譯為什麼 義的意思啊 那如果把它合起來 其實 跟世合起來 是不是就叫做義式啊 好 因為第八 第七 第六 是不是叫心 義式 有沒有 所以第七式 是不是叫做義啊 莫娜的意思 也叫做義 那如果跟世合起來呢 就叫做義式 那正好跟第六式怎樣 是不是也同名啊 第六式 可以叫第六式 也可以叫做義式 也可以叫義式喔 就像這樣子 我們說這裡 眼耳鼻舌生事 有沒有 到這裡是不是叫義式啊 眼耳鼻舌生意的什麼 是 從這裡來看它叫做義式 那第七式呢 因為它叫做心意式 那這個義呢 跟世合起來 是不是也叫義式啊 所以它這兩個會同名耶 是不是很容易同名 如果只是講義式 就會不知道到底是在講第六還是第七 所以呢 我們說把它分成第六 第七 第八是最簡單的 因為它是不是都有不同的名稱啊 叫做第六 它也是義式 第七也是義式喔 但是呢 它又叫做莫娜式 或者就叫第七式 或者叫第七式 這樣看得懂吧 從這邊來看 它叫做義式 從這裡來看 它是不是也叫義式 好 所以呢 就把它保留莫娜 莫娜式 而第六式是依義根之式啊 所以叫做依主的解釋 第七式呢 是義式所依的根 所依的根 那它的式體本身就是義 所以叫做持業 這裡正好沒有接著講 嗯 都是在上面啊 前五式 叫做依主 依在第六式 第六式就叫做持業 第六式跟第七式呢 第六式 是依在第七式上面 所以叫做依主 而第七式就叫做什麼 持業 它就叫持業 上面依主 下面是持業 因為跟什麼 跟因緣業力 比較有關係 所以一個是 依主 上面是依主 而下面是持業 第六是不是依在第七上頭 第七呢 對第六來說的話 它是持業 它是持業 因為它是義式所依之根啊 因為它是義根 它是不是第六式的義根 那它是依在第七式上頭 上面叫持依主 下面就叫做持業 好 那第七式呢 也可以名為義啊 而不要名為 不名為義式 是因為 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剛才講 是不是容易跟第六式混淆啊 因為第六式也可以叫義式 第七式也可以叫義式的話 容易混淆 那第七 第七式呢 它的集起的義不如第八式 第八式 心是有集起的特質 集起 第八式 是不是有集起的特質啊 那第七式其實有集起的特質 但是它不如第八 第八呢 就像有個倉庫一樣 它可以堆積很多的東西 那第八 第七來講的話呢 其實它的思量的能力比較強 它集起的義呢 不如第八式 它了別義也不集什麼 第六式 第六式 它有了別的特質 是因為它前面有五個管道 有沒有 它有前五式 收集很多的資訊給第六 所以第六式的了別能力 是不是勝過第七式啊 那第八式的集起的能力 勝過第七式 那第七式呢 它思量的特質是其他式所不及的 所以名為義啊 這個義本身就有思量的特質 那其實所有的八式 是不是都有思量的能力啊 只不過前六式的思量呢 它的時間有限 因為它不橫 它有沒有休息的時候啊 它會休息喔 第七式從來沒有休息 而且它很深細 它從來沒有休息過 所以呢 就會 第七式的特質 是不是就是思量 思量能變 思量能變 思量本身就叫做義 第七式是第六式的什麼 所依對不對 那第六式呢 就是從它所依的根來立名啊 所依的根是第七式 所以第七式啊 叫做義 因為它是義根 第七式呢 名為義啊 第七式 所以 心 義 事 上面都叫做是 其實八個是不是都可以叫是啊 八個也可以叫是 所以我們最先講的時候說心 心可以專指第八 也可以講第六、第七、第八 也可以說八式 是不是都叫心啊 是也是這樣 但是呢 它各有所重 它其實都還各有所重 如果第八叫做心有幾幾的特質 義有什麼 思量的特質 而是 前六式有了別的特質 所以它這個叫了別能 能靜式有沒有 了別能變式了 還有呢 這叫思量能變對不對 然後這個是不是叫做 這個 第八叫做什麼 義熟能變 義熟能變 好 所以呢 第七它所依的 是依在哪裡呢 依比轉 依比轉 前五式是不是依在第六式上頭 第六式依於第七 第七依於第八 第八 它倒過來一 因為 第七依在第八 第八依在第七 這兩者互一 這兩者互一 第八依於第七 所以一呢 是一種依指轉 是一種流轉 而且它會相續轉起 所以這裡的比指的是什麼 第八奧賴也是 第七是依著第八是 來怎樣相續轉起 流轉啊 所以呢 一比轉就是第七 莫那是 是不是依指在第八奧賴也是 上頭 然後它相續流轉 跟隨著第八式來轉現 那第八式是諸式的什麼 根本 也是它其他式的所依啊 前七式都依在根本式上面 是非常明顯的 所以立為所依門啊 第八式是根本依 根本依 然後上面呢 就是上面依在下面 上面依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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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然後最後的 莫那是跟奧賴也是 是不是互為相依啊 互為相依 好 那諸式所依呢 也有四種 這四種其實是從四元來的 從四元來的 所以因緣 增上緣 等無間緣 跟所緣緣 有沒有 再加上一個一 透過 因 透過緣來一 透過緣來一 所以呢 因緣叫做因的緣啊 這個因就是種子 這裡的因緣 不是我們平常講的因緣的那個因緣 是不是範圍很大 這四元都可以叫做因緣裡面的緣 對不對 那這裡的因緣呢 是種子的緣 種子 種子的緣 叫做氫因緣啊 氫因緣 一切心法或者色法都各 各有其種子 儲藏在地包奧賴也是當中 所以這裡的因緣特別講的就是 種子一 這個種子呢 除藏在地包奧賴也是裡頭 是不是要代緣而限起啊 要因緣合合 它是不是才能成熟 種子就會起限行 所以諸有違法 解脫此意啊 解脫此意啊 地包奧賴也是 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根本意 此處說因緣一者呢 是對果而明的了 所以因即是緣而現行 現行出世來 由種子起現行 是不是就變成世啊 才會有這八世的產生 好 那現行的種子呢 就稱為什麼 因的緣 因緣 諸氏呢 就依在種子而生起 諸氏是因為有種子才有氏 先有種子 是不是才有氏啊 種子六亿裡頭 對不對 種子六亿裡頭 是不是這個種子本身就是什麼 就是因緣 因的 就是因 它要代緣而生嘛 它是不是要代緣而生 然後呢 會起限行出世來 對不對 它會這個刹那滅 因為種子滅了 世產生了種子滅掉了 當我們開花結果 我們去摘果 果實的時候呢 找不到什麼 種子 種子是不是已經變現成果爆了 好 這個叫做因緣一 那它所謂一的裡頭 也有增上緣 等於說它是 等於是有它促 促進其發展的增上緣 叫做具有益啊 互為因果 互助互一 就是說這個因緣本身 也要有一股力量 在增上緣上面 增上緣 增上緣 跟因果之間互助互一 然後呢 它也有等無間緣一 就是說 這個任何的種子 或者起了世之後呢 其實它都會有什麼 會等無間 不斷的在進行 這個前念 後念 前念會成為後念的引導 它是不是一個一個的那個 會先後的沒停息 其實它一個很大的力量 這樣就從第七來的 那等無間 所以我常常一直講說 我們所謂的修行 是活著的時候 才叫做修行 因為有等無間啊 因為第七世還在 我們的心念 是不是都從沒有停息過啊 第六世會停息喔 但是第七世是不是沒停息啊 我們睡著了 睡覺無夢了 是不是一樣在呼吸心跳啊 那個心還是存在的 它叫做開導一 又叫做開導一 還有呢 第七跟第八 它互相之間 它是不是互相所緣 互相所依啊 叫做所緣緣一 第七 緣的第八 第八是不是緣的第七啊 相互為緣 相互為緣 這個稍微難一點 但是就是 大概知道那個緣有這四大樣 四大象啊 那麼第七世的 的那個升起跟這樣子的一 是有關係的 有這四一啊 所以呢 緣比啊 第七莫那世所緣的境呢 就是第八 奧拉也是 緣比嘛 緣的比 第七緣的第八 因為我們現在講的 這個主角是不是就是第七啊 它會緣著第八 所以呢 這個異者 為一切實呢 一直都緣著什麼 第八奧拉也是 一切實 一切信 一切地 一切事 是不是都 它的那個 都會緣著什麼 第八奧拉也是 好 所以護法 因為我們根據玄奘大師傳回來的 學說 是不是以護法為主啊 第七世會橫圓著第八世的見分而起什麼 我之啊 好 而第八 是 就是 無時以來 一淚相遜 我們會以為 第八世是 恆常不變的 好像是可以主宰一切的 這個是因為我們的第七 在緣著第八 而升起的 那個我 所以我們前面也講過 所謂的我 我們是會覺得有單一不變 跟主宰的特性 那個叫做我們的自信妄知 好 而 在波瑞是不是專門破這個部分啊 好 那 其實在為事裡頭 也承認在現象上有這樣子的特性 所以會以為有一個實我 有實我 第七 因為第七其實最關懷的就是我 而且第七呢 會 會感覺是有 單一恆常不變的 實有的主宰特性 好 因為第七它所圓的相分 是第八世的什麼 見分 所以第七世的相分 就只有圓著第八世的什麼 啊 見分 有沒有 好 我們說這個 六七之間容易斷 你看它 因為它正 正字正分 相對的 它的黏著性也比較沒那麼強 因為我們這個是不是都會往上去 這個都會往上 這裡呢會往下 有沒有 見分 自正分 正字正分 正字正分 順序是不是一樣 但是它反過來 它的相分跑到哪裡 跑到第八世 那其實這個部分正好是第八世的什麼 是不是見分啊 因為從這裡算起 這個叫政治正分 自正分 這是不是叫見分啊 它把第七世的相分 第七世的相分呢 以為 等於它見分看到的相分 我們每一世是不是都有看到的相分啊 前六世比較明顯 對不對 眼視是不是可以看到有色鏡 叫做相分 而第七世的見分看到的相分呢 其實是正好是第八世的什麼 見分 那第八世的見分 那第八世的見分是不是已經 變現出去我們的根神器界 所以呢 第七世就會以為 第八世的這個見分 是它的相分 這個相分呢 其實就認為這個就是我 所以我們一直講 第七世它會是我們自私自利的 就是什麼 全緣 第七世是最為自私的 只為自己工作 只有為自己工作 對不對 呼吸心跳循環 是不是只有自己才行啊 一旦脫離了就不行了 我們的脫離會脫離在這個地方 這裡不會脫離 因為它這裡好像感覺融然一體的 它以為這個是它的相分 其實這個算起來是不是正好是它的見分啊 都有這個順序喔 這個順序知道吧 這個見分是主動的 對不對 往外看的 看到相分 那這個 市的 體 它的字體就叫自正分嘛 這個呢 還有更深的 來驗證它的 叫政治正分 對不對 所以我們說 這個是老闆啊 這裡是什麼 櫃台 來招待客人 相分像客人一樣 對不對 那這個 其實這個才是老闆 但是老闆背後還有一個老闆娘 所以它這裡也一樣喔 這裡等於是 那個櫃台的人 服務人員對不對 他把第八世的這個客人 當作是他的相分 其實這個是第八世的什麼 櫃台 他其實是櫃台對櫃台 卻是他以為 第八世的櫃台是我的客人 這樣理解嗎 這樣看懂嗎 見分是不是就是 櫃台的服務人員啊 接待員 這裡是接待員 這裡也是接待員喔 但是呢 因為他 他這裡的接待員把 第八世的接待員 當作他的客人 所以他就抓著 抓著客人不放 其實 第八世的客人 已經是我們的更生器界 不是在這裡 他是更生器界 他抓錯人了啦 他以為這個是我的客人 因為那個招待員 要算業績啊什麼 是不是就是要 要拉客人啊 客人要去抓 這樣看懂嗎 好 所以呢 再把它放大看 這是第七世 第七世一在什麼 第八世上面 對不對 對不對 第七世一比 比 比是不是就是第八世 一比來轉 所以前面叫做七轉世 前面七 第八世的上面 是不是前七世啊 前七世又叫做七轉世 那第七世呢 一在第八世上面來轉 來變化 而且他也圓著什麼 比 第七世圓著第八世 其實第八世也圓著第七世 那他所圓的 第七世所圓的呢 應該是他的相分 但是 是不是正好就是第八世的見分啊 在這裡正好 有一點混淆不清了 所以他 第七世會以為這個就是我的 他圓在什麼 第八世的見分上面 隨所生所息啊 所以他就會緊緊抓著他 不管他生在哪裡 他是不是跟隨到哪裡去 好 所以我們說這下面是無記性的 只不過一個是有負的 有雜染的 一個是什麼 沒有雜染的 沒有雜染的意思也就是說 他要照單全收 而且要忠實的記錄 不能有任何自己的意見 但是第七世呢 因為他 他有那個我 那個我見是不是特別強烈啊 不僅我見 還有我吃 對不對 我貪 也就我愛 是不是 還有什麼 這個 貪吃我見慢想 還有我慢 是不是一切都以我為主啊 一切都以我為主 所以第七會 隨著第八 所生所息 不管他生在哪裡啊 這個 天荒地老永不分離啊 是不是這樣 從來不分離的 那當然我平常會講說 因為一個靈力一個呆嘛 第七是不是很靈力啊 第八很呆 所以 根據這個我常常會講是 第七去抓著第八去投胎轉世 有沒有 那在這裡講的話呢 會比較 第七好像是被動的 他隨著第八落在哪裡 他是不是也 也細在哪裡 其實這兩個講法也都沒錯 因為他 他是不是都是互相的怎樣 相互為緣啊 相依為命啊 對不對 從來沒分開來的 所以這個就叫 依比轉圓比 是不是指的都是第八 歐賴也是 誰所生所息 因為他的天地就是第八 他的天就是第八嘛 那這個是 所緣門 所緣門 那第四呢 就是體性形象門 他思量是他的 他的性相 性跟相 體性跟形象 思量是 性相 指第七式的什麼 體性跟什麼 形象 體性跟形象 所以這個相 本身不是固定不變的相 我們所看到的相 都可以叫做形象啊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 這個在形上面 五運裡面 行運是不是一直都 是最豐富的 七十三法都在 都在行運上 行運就是到了 像欲界色界到無色界 是不是還是有行 行苦啊 在三界當中都受到時間的流轉 所束縛 那個行從來沒有停過 所以我們說桌子椅子好像靜靜在這裡 其實它並不靜耶 它是呈現了像 但是叫做形象 也就是說我們的桌子椅子 可能用了幾十年後它才壞掉 不是它幾十年後突然間壞掉 是不是從現在已經在壞啊 它是動態的 肉眼看不出來而已啊 如果慧眼是不是可以知道它是一種形象 我們人是不是一種形象啊 有我像 但是我像本身是不是就叫形象 聽理解嗎 所以我們一直在 生老病死的過程 是不是現在一直在圓滅的一種形象當中啊 所以那個叫形象 所以那個叫形象 以為式來講 是認為它是有體性的 有一個主體性 有個主體性 所以呢 體性指的是第七式的式體 也就是式分當中的什麼啊 自正分 式裡面把它做式分的時候呢 它的式體本身是自正分 所以我們說自正分是老闆啊 這樣知道嗎 它的體性 它的體性就是自正分 而它的形象呢 是能源的一種作用 是漸分 漸分 也就是 你看喔 這八式裡頭是不是都有四分 裡面的 自正分 就叫做體性 它的主體性 它的主體性是自正分 它的漸分 因為這個漸分本身是不是看到像分啊 它看到像分 但是這個像分呢 是動態還是靜態的 動態的 叫做形象 所以它在這裡也一樣喔 它的漸分 看到了像分 也是一種形象 對不對 它的體性是不是也是自正分啊 它的主體性 是自正分 它的式體是自正分 它的形象是漸分 看到了像分 看到了像分 所以第七式 橫長的指使 第八式的漸分為我 所以它呢 就不斷的施量忌妒 的一種作用呢 就是 第七式漸分的什麼啊 形象 就是這樣 建分跟相分它互 互緣 也是互動的 它也是互動的 但是因為第七式的體性 非常的維繫難知啊 所以就以用來顯體 它的作用力呢 其實就是什麼 施量 而且它這樣子的施量是 橫長的 從來沒休息的 有生之年沒休息 死亡之後有沒有休息 還是沒休息 對不對 因為它必須再去投胎轉世 是不是又變現出我們下一輩子的 這個生命體啊 就一直都沒休息 它是橫長的 所以它的施量 施呢是一種施律量度量啊 施這種所緣的靜呢 有了別的特質 但是 其實每一個施都有了別 只不過前六施的了別的能力最強 因為它有 有這些管道 有根深啊 對不對 有前五施 所以我們說前六施 是不是叫做了別能變啊 第七施呢 每一施也都有施量的能力 但是第七施的施量從來沒停過 那第八施叫做心嘛 心是有幾起的特質 它是不是專門在收集啊 所以我們說第八施是什麼 是黑盒子有沒有 黑盒子是不是全都錄全都錄全都錄啊 所以幾起名為心嘛 施量名為什麼啊 意了別名為是 心意是 喔 莫娜呢是意啊 那麼就是施量 而且它是恒審施量 從來沒停息過 而且它有審查的能力 第六第七都有審的能力 只不過第六的審查的能力比較粗躁 對不對 我們如果沒有透過學佛的話 其實我們想的是不是都還是在現象上來想而已啊 從現象來講是表象喔 是一種表象而已 所以呢 那名為是 施量是很深細的 所以第七的施量就是橫實 直實的第八施的見分 當作是我的相分 那個就是我 並且它不斷的審查施量 不斷的審查施量 所以 第八施它是不是叫心 意是 心有幾起的特質 意有什麼 施量的特質 事有什麼 了別的特質 這個了別是比較粗躁的了別 比較在現象上的了別 那上面的不橫 下面橫 這兩者呢 它是審的 第六跟第七都有審查的能力 那第八它沒有審查的能力 它是不是只能照單全收 它不能說這個我要這個我不要 不行喔 它要全部都 都收集 所以它有幾起的特質 那前五世呢 它也是不審的 前五世就是有什麼我就 吸收什麼 回來給第六來審查 所以說五個門前做買賣有沒有 一個在家把帳開 開帳的是第六 前面都只有收集訊息而已 所以我們常說掩飾看到有一隻狗來了 掩飾就告訴第六師說有一隻狗 然後第六師說 這個就是我找了兩三天的那個失去的寵物 那個心情會不會起伏啊 哇高興的不得了 那是第六 但是掩飾是不是只懂說一隻狗啊 這樣懂嗎 他只是如實的進來 審查的是什麼 第六 因為第六有記憶的能力 我找了三天三夜 我到處去張貼 尋找什麼寵物有沒有 哇這三天三夜裡頭也不吃不睡 是第六師 這樣懂嗎 掩飾而適 他只管說有狗來了 有誰來了 有什麼來了 到底是他的細節如何 是不是還是第六 他去做什麼審查 只不過第六沒有透過學佛 我們都是只有想到的是表象而已 比較粗 第七是不是比較細 所以他叫做思量 這樣有一點概念 所以說八個兄弟共一胎 一個靈力 一個什麼 這個靈力是他隨時都是自私自利的想法 的反應 有個人丟個東西來我們一定閃 那個不一定第六四還想好再來閃 是不是都是那種叫脊椎反應 馬上就閃 不會傻乎乎的就讓你來打 對不對 所以第七 他是靈力的 第八很呆 所以五個門前做買賣 一個在家把帳開 開帳的是他 前面的不神 他最多只是能夠分辨是什麼東西而已 至於我的喜怒 愛慾 那個是第六的事情 當然第六跟我們的第七有沒有關係 如果這裡越 越雜染的話 我第六的思考的範圍就越狹小 第七越清淨的話呢 就會想得越豁達 他會影響著他 但是這裡是不是也跟第八還是有關係 因為他都是累結束式的屬於巨生性的 巨生的 上面呢 都是分段生死當中的一段而已 所以我們所有的記憶是不是都只是記得這輩子 沒有人說我記得上輩子怎樣怎樣 有沒有人在談這些 因為沒有記憶啊 因為那個已經壞了 對不對 根深壞了第六四的記憶能力也消失了 記憶往往會在現象上 但是呢 過去的記憶的現象會化為三性的種子 進去 善性、惡性、無濟性 做紀錄而已啊 所以不管事件如何 總說那是善性的還是惡性的 那當然無濟性對業力的影響小 但是善性、惡性是不是就影響很大 會影響著現在 過去影響著現在 現在是不是也會影響著未來啊 好 所以前五是不恆又不審 第六四怎樣 審而不恆 對不對 第七四呢 既恆又審 恆審思量有沒有 我相隨 第八四怎樣 恆而不審 這樣能分辨吧 所以能夠審的是不是就只有中間這裡 所以我們說下功夫 這個修行 雖然讀了八四 但是我們要知道下手處在哪裡啊 第六 要從能夠省的下手 而且從粗的下手 我才能夠下到細的來 所以很像 那個望遠鏡啊 望遠鏡要看哪裡 是不是要先粗粗的 找好目標 那個是粗條 然後呢我找好目標 我再來細條 對不對 把focus把它怎樣調準 是不是要先粗條 再細條 所以會下在粗的上面 所以第一大歐聲奇節的影響是第六 要轉為什麼 妙觀察職 就是要從向有進入信空 對不對 轉迷起物嘛 轉染沉靜 是不是才有機會轉染沉靜啊 讓這裡的善變多 惡變少 因為它如實的紀錄 雖然我們善惡 起心動念 一下閃了就沒了 也沒看到東西 但是它是不是全都錄啊 它就記錄在裡面 它會決定我們未來的取出 那根深上 是不是這輩子都會用壞啊 都會生老病死嘛 好 所以能夠省的是不是就這兩世 能夠橫的是不是就這兩世 對不對 七八 這個比較容易看 下面橫上面非橫對不對 這兩個是省的 上面不省下面不省 好 那接下來呢 就是這個心所相應門 四反腦常聚有沒有 這四反腦就是我吃我見我慢病 什麼我愛 對不對有四個 極餘處等聚 還有其他的處等 的組合起來 所以極餘處等聚呢 包括了五片型 八個大隨煩惱 還有別境中的什麼 會心所 所以呢 有五片型喔 這五片型都還是存在 好 那五片型到了為世都會以醋作意受享絲 所以他會把醋擺在前面 好 醋作意受享絲 有五個 那別境當中是不是有個染慧啊 好 這個 叫做善法慾 對不對 善法慾之後呢 能夠聖結然後念定慧 好 五別境 但是 在第七世只有一個 只有慧心所 而且是染慧啊 還有八個大隨煩惱 所以 有幾個 這個 心所啊 有四個 這裡有四個對不對 四個加五個加一個加八個 所以總共有多少 十八個 總共有十八個 那這些呢 四個煩惱 四個根本煩惱 還有八個大隨煩惱 都屬於 聚神性的 素式 習性 都是從上輩子流轉過來的 都是從上輩子流轉過來 好 那在這裡呢 就插一下 再複習一下八式規矩頌 八式規矩頌 八式規矩頌 第七世的八式規矩頌的頌文 說 戴指有負通情本 隨緣指我量為非 八大片行別淨慧 有沒有 貪吃我見慢相隨 所以這兩句 就是十八個心所有沒有 八大五個片行一個別淨 再加上四個根本煩惱 這樣看得出來嗎 八加五加一加四 是不是十八個 十八個 而且他是恆省思量 主要是因為我相隨 因為第七 是不是自私自利的個泉源 而且他是有情日夜正昏迷 不管醒著睡著 他從來沒休息過 對不對 活著死了 也沒休息 所以四或八大相應期 有沒有 他的重點會在哪裡啊 四或跟八大 為什麼 因為那個都屬於巨生性的 跟素式有關的 六轉呼為染淨一 前六世 是不是就放在我們的第七世上面 好 所以呢 代植有負通情本 第七世是以心為原心的真代植 代植竟有分 我們來看看 以三性來說的話 上面才有善惡 因為會受外境的影響 我們起善惡 下面因為跟外境無關 所以他只有無際性 他只有無際性 只不過一個是有負的 一個是什麼 無負的 上面三性都有 然後呢 在三境上面 有三種境 有三種境 一個叫做性境 獨隱境跟什麼 代植境 前五世只有性境 只有性境就是看到什麼就是什麼 不能受到第六世的影響 但是實際上是做不到的 因為我們看到什麼 如果沒有第六世的話 我們就不知道 就很難去分別 所以他不能切開來 只有前五世沒有第六世 但是如果獨隱境可以喔 獨隱境可以讓我們前五世 沉浸下來 我的第六世的思考能力變強 獨隱境 獨隱境就是讓我的第六世呢 不受到前五世的影響 比方我們要準備考試 寫文章 是不是要找一個僻靜之處 還是找一個熱鬧的地方啊 如果找一個很熱鬧的地方喔 書是不是也讀不下去啊 寫什麼都寫不出來了啦 為什麼 因為受到影響 那不叫獨隱境 去一個很僻靜的地方 前五世有沒有在作用 也有 只是把它降得很低 讓我的第六世能夠專心 那個叫獨隱境 那性境是什麼呢 就是聖者的境界 那是法性才能夠到達的了 法性空會呈現出來的平等像 叫做性經 所以 一直講說 修行的下手處在第六世 的關鍵在這裡 達於性靜就是超凡入生啊 超凡入生 而我們一直有帶子靜 我們一直活在帶子靜當中啊 生活上 一張開眼睛 就以心圓靜 叫做四帶子 還有我們的第七世 一直都以心圓心 這個叫以心圓靜 四帶子 以心圓心 第七世是心上面也心下面也心 這個叫做什麼 真帶子 以心圓心 這樣看懂嗎 這個是不是 整個都叫做心啊 下面也叫心 第七世也叫心 第六世是不是也可以叫心 這樣看懂嗎 當然它也可以叫心意識 其實它意思也就是 第七世往下 也是看到的是心 往上是不是還是看到的是心啊 叫做以心圓心 叫做真帶子 第七世一直在真帶子的狀況之下 從來沒有休息過 那個叫真帶子 因為它一休息我們就死掉了 死掉但是 就算我們死掉 其實它還是真帶子 它是不是還要再去投胎轉世啊 但是我們現在都是在四帶子 我們大部分是不是都在四帶子中啊 好 都是以心圓境嘛 手機 什麼在一遍看 就在一遍看 這個是不是以心圓境 那個叫四代子 每個人看到的不一樣 就算 看同樣的消息 是不是也有不同的解釋 但是有雷同之處叫做四帶值 這樣理解嗎 偶尔我们会有独隐境 禅修 希望能够让我们的独隐境 能够收射为独隐境 在第六诗 所以禅修的时候不是眼睛张得大大耳朵 那是不是就没办法禅修 是不是都要收射进来 第六诗 那叫独隐 我们凡夫还没有到性境 圣者才有性境 那配合着这三境来讲的话 它也有三量 性境是限量的 叫做圣言量 圣者所验证到的境界 叫做性境 性境的本身叫做限量 它是没有透过比 没有透过思量的方式 因为一旦思量的时候呢 它就不可能是平等性 平等相的现前 性境本身是不是平等相的现前 那个叫诸法实相 绝诸细论 有没有 不能有任何的分别心 所以它必然在禅修当中 界定会三学 会合的状态 叫做限量 而我们本身 因为有第七诗的真代指 代指本身就是 有非量的基础 只不过第六诗呢 因为有机会向外学习 比方 也不是向外学习了 比方我们有善根的话 我们是不是还有机会去 熏修佛法进来 去做比对 去做比量 凡夫跟圣者的差别 凡夫跟成佛的 这个是不是比较出来的 我们才懂得如何的去努力 我们有非量的基础 是第七诗 所以我们一直讲说 第七诗 我们修行的果位到底在哪里 关键在第七 它的杂染到什么程度 越向上越亲近 越向下是不是越杂染 落到三恶道表示 它的恶因恶缘是不是比重太多了 所以有非量的基础 然后我们的学习 如果是错误的也有非量 如果是正确 还有机会透过比量 才能够达于圣者的限量 所以我们说第六诗 是我们修行的下手处 是因为它性静限量出现在第六 这个非量 不是一下子下在第七 我们也没能力下在第七 而且下在第七的本身都是非量 都是非量的 那前五 也非我们下手之处 因为它都不横 不审 不仅不横也不审 对不对 那第八来讲的话 太深细了 也没得下 而且它是有根深器界 这些问题 所以我们刚刚讲的性静 就是这个部分 达于圣者的境界 叫做性静 它是限量的 所以同样是不是都在这样的一个系统当中 只是它有时候名相不同 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同一个系统才会知道 讲到哪里去了 而不是另外再弄一个系统 再一个系统那就很繁杂了 对不对 这样理解吗 所以我们凡夫的话没有 不会有性静限量的现前 如果一旦现前表示我们已经超凡入生了 有人就很担心 那我怎么知道啊 如果你不知道表示还是凡夫 不用担心 圣者怎么可能不知道呢 圣者自正啊 越学一定是越清楚越明白 如果妈糊里糊涂表示还在下面 不用担心说 我万一不知道我已经来到这里 不知道表示不可能 表示还没到了 还有很大的努力的空间跟时间 还要累积宿式的修行 这样理解吗 所以我们一直都在哪里啊 都在带直镜 真带直 世带直 偶尔我们用了独影镜 睡觉有梦也是独影 睡觉做梦是不是也是独影 在梦中 我一下子飞到了日本 一下子到了美国 不用打机票的 对不对 为什么 因为那是我们的独影 不是身体真的去了 那是独影 所以我们的生活经验 这样理解吗 带直 带直镜 都是以心在圆镜 或者以心在圆心 我们随时随地是不是以心圆心 那现在在听课的时候 是不是以心圆镜 也在圆着生镜 对不对 希望能够了解 那也 是不是也在做比量的事情 但是如果错解呢 那是非量的 而我们的第七是本身 它没有什么错解的能力 因为它很内部的 它是杂染的 所以它只有非量 它只有非量 在八十规矩 宋里头 有这三性三境三量的问题了 那所以呢 带直有负通情本 有没有 它本身是带直镜 它本身叫真带直 通情通本 它是不是以心圆心 我们的情绪在第六 今天我的 今天我心情很好的 还是我心情很坏的 是第几事啊 第六是 情绪 我们的情绪受到什么 我们的眼耳鼻舌 声势的影响 因为它是不是一直在吸收讯息进来 所以它通情通本 这个是我们的根本一 它是不是以心圆心 所以这叫做带直有负 它是有负无济性 通情通本 这个就是济颂的厉害啊 七个字就够了 这么多的道理 也因为它带直有负通情本 它都是以自我为出发 所以 所缘 执着这个自我的本身 是杂染的 是非量的啦 只有非量 所以我常讲说 当我们比较深入的去学佛 尤其知道了因缘法的时候 更要知道 更要知道 就是说更要怎样 不再自以为是 我们是不是经常都自以为是 学了这个是不是要自以为非 我们本身就是非量的 因为知道自己本身非量 我们是不是才有修正的机会啊 也才有修正的机会 所以随缘执我量为非 是因为我一直在怎样审查 而且是错误的 这个不是我 但是我一直认为是我 对不对 所以它本身是非量的 因为我们的第七世的 相分 第七世 见到的相分 其实是把第八世的见分 当作是我的相分 它本身是不是也是一种错误啊 所以叫做非量 所以叫做非量 所以我们本身 所有的友情众生 只要是凡夫 它本身是不是都非量啊 那怎么办呢 就要透过比量 是不是才有机会打予限量啊 而且还要正确的比量 正确的比量就是要能够有正知正见 是不是才有机会啊 向上提升 所以第七跟第八从来不会分离 它只会转染成静而消失 所以呢 八大片形别境会 有没有 八大片形有五个 别境有一个 再加四个根本烦恼 所以总共有十八个 总共有十八个 所以我们说 第七世是十八个新锁 第六世是不是五十一个啊 前五世是有三十四个 这里只剩下什么 五个 所以第七世是它的所依 它依的呢 在 第七世 它依在赖也的建分上面 它依在第八世的种子上面 第八世本身又叫做什么 根本依 又叫做根本依 然后呢 第七世呢 因为它本身是有事 再加上有静 所以它能做义 依 依着 它本身就是根嘛 然后跟静 会合合而作义 二合生 二合作义嘛 所以它有四个所缘 它有四个所缘 就是这四个 赖也 建分 种子 跟什么 根本依 它是不是就依在这上面 再加上它必须要能做义 才能够有作用 才能够有作用 好 那第七世怎样 恒省思量 我相随 有没有 它既恒又省 它思量的能力 是不是最强的 它是巨身我质 还有受到 第八世的巨身法质的影响 所以主要 第七世 它的最主要的特质 就是有我 所以我常说 到睡觉 睡觉的时候很冷 我们的棉被 是不是一直拉进来 而不是甩出去 想都没想 第六世都还没有想说 我这个 这么冷的时候 我要怎么办 我们是不是抓到什么 就一定是保护自己为主 清醒过来倒不一定了 发现如果是我的小孩子 我可能我愿意 但是那个还透过想 在没有想的状态之下 是不是恒省思量 我相随 而且 有情日夜正昏迷 自私自利 日日夜夜 透过学佛 我们还有机会清醒过来 知道第七世的量 非量 所以说 我们之所以 有情日夜正昏迷 是不是也因为 第七世的关系 它是杂染的 所以四或八大相应其 四或八大 贪吃我见慢香水 还有八个大水烦恼 这都是第七世的什么 主要的特质 所以六转呼为染静一 前六世叫做六转 前七世叫做七转世 六转世是不是依在第七世上 如果七转世是依在哪里 第八世上面 看到吗 六转呼为染静一 第七世是染静 前六世是不是六转 它有那个世本身 是不是一直在转变转变转变中 所以第六世又叫做分别一 第七世又叫做染静一 第八世又叫做什么 根本一 而且第八世里头 是不是有种子 它有种子 所以六转呼为染静一 这样看懂吗 六转呼为染静一 好 好 那我们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 超过五十分钟 没有讲 好 我们在这里告一个段落 我们休息一下 阿弥陀佛 第三 三 三 四 二 七 八 八